香港历史 香港在清朝初期 因为受到千界令的影响 几乎完全摧毁了 自从唐宋以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纵使后来都成功争取复戒 但不少的传统活动已经不能够恢复了 另一方面 随着欧洲列强的势力染指东亚 中国当时唯一对外相浮广州一带 和鄰近地区的香港 自然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当清朝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后 香港岛就割让给英国 令香港踏入殖民地时期 明思忠崇禁17年即1644年 明朝就被李志成所灭后 香港地区仍然是南明的管轄范围 去到明孝忠兆武元年即1946年12月15日 清朝将领李承栋带军攻陷广州 香港地区纳入清朝的领土 现二,宋晨忠永历二年即1648年4月15日 李承栋转头南明 香港一带又回复南明来统治 同年新安苑一带罕灾,人口大减 但永历四年,12月初一 清朝的上可起和耿继贸重夺广东 香港地区便可延续到广州时期的新安苑所管治 南明永历年间 参长李曼荣 在荃湾北部的城门谷至针山一带 见了石城抗青 失败后率领遇报 去到魔鬼山 驶向李渔门的船脊竟然做一些勒索过路前的工作 清朝为防止海上居民摘制明朝的遗臣郑成功 在康熙元年下令千海 沿海居民需要向内迁循50公里 范围包括大部分香港地区 千海后令各个居民的家袍、家园尽失 人去就流空 愚言业发展和田园荒谋 加上实施海禁 香港本区没有受影响 康熙元年即1666年 朝廷更一度将新安园搬入保安园 由于沿海居民深受迁循之苦 广东巡府王来任 广东总督周友德请求復戒 康熙八年即1669年 朝廷终于答应恢复復戒 本区居民陆续迁回 去到康熙22年即1863年 完全解开了海禁 因此新界五大家族 在上水设立布德寺 供奉两宫 而錦田香文也在1685年 在水头村建立了周王二宫书院 并以每十年一次打齋作为囚借 使得东南沿海地区田园荒蒙 百姓流离失所 千居的惨痛记忆 依然在嘉庆年间生活的 临时族人 在淑宝里寄下来 复居后 开始迁回原居地的人不多 因此官府鼓励江西、福建、韦州、梅州的客家人 迁入香港地区 不过由于较为理想土地 例如元朗 已经被约居前已定居在这里的 新界原居民所拥有 五大族之外 复居后回港 有千届前已居住在屯門的姓陶的人 蒲江的姓林 牙前衛的姓吾 龙若頭的姓溫 鹿頸的姓朱 大浪西灣的姓黎 石壁的姓徐 還有復屆後回港的氏族 有白沙澳的姓翁 大嶼山的姓河 塔門的姓南 而對於九龍定居生活的原居民而言 復屆後的康熙末年 有自我保護能力反而是安穩的因素 復屆後數年的1676年 海盜攻陷彭普為 殺陸林氏村民 海盜陸村前 已出外的極少數村民幸存 幸存村民的後裔 和浦江臨性相關的祖元臨氏 較為迅速恢復在他九龍的勢力 甚至因為土地不夫居住 分支了部分祖元族人 至浦江村的土地 另一方面 吳姓族譜是因為千屆 而四代祖先無從稽考 直到1724年 在牙前圍村才頂居下來 清朝中葉 隨著清朝和外國更多接觸 接近當時貿易中心廣州的香港 成為各國雙船的停留點之一 當中以瀑布灣最為著名 而朝廷也加強了對香港的軍事防衛 例如設立了觀衝炮台等 在1802年 英國同樣希望獲得澳門為根據地 派戰艦進攻 但失敗 改向香港打主意 1839年6月20日 九龍尖沙咀村發生臨維起案 英國水兵在村內聚走鬧事 英國水手與尖沙咀村民發生衝突 引發嘔鬥 村民臨為起重傷不治 臨則徐要求英國商務總監 二律交出兇手 大二律自行開庭判處了事 這件事成為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線 為香港被割讓埋下伏筆 同年11月 中英隨即爆發村臂之戰 英風戰敗後逃回尖沙咀 林則徐下令軍隊駐在尖沙咀附近的觀衝 即現在的佐敦 在那裡還擊 結果成功將英軍逐出尖沙咀 史稱是觀衝之戰 受到遷戒令影響 香港其中兩項經濟活動 一種是鄉業、一種是主研業 都是受到嚴重的打擊 九龍的官庫牆是因為復戒後 千里居民不熟悉如何主研 而鹽牆無法恢復昔日的規模 其後最終都是被廢製的 而種鄉業在復戒後 亦是元氣大傷 到了雍正年間 即是1723年至1735年 更因為城址救求強殺鄉長的怨令 令種鄉人家要砍樹逃亡 從此鄉木生產亦是一蹶不振 新千里的移民來到香港 轉投農耕和打石這些行業 鹽業、養豬業和種香業 已經無伏昔日的興盛面貌 香港地區的農業 未因千屆令而受到嚴重影響 新界和南投一些大族 除了在當地擁有大變的田地外 還在香港島擁有很多土地 租給田湖耕種 香港等儲稅某種情 再有她先人呈廣東的各官府品 裡面是這麼說的 成祖鄧天禄 所謂康熙十年 狠復元千 土鳴 福壇 橫曆 鹽田 大撈霞 等儲稅三頸 六十八某 七分二絲五分 由康熙二十三年 狠復元千 土鳴大譚 橫曆 香港 大撈霞 諾子龍等儲稅三頸三十二某 一分六厘 文中提到的福壇 大譚 香港等地 其實都在香港島上 鄧氏還在香港島的黃泥聰 博芙林擁有田地 而上水的聖廖族 就在素漢堡擁有五十某田地 藍頭黃族擁有赤柱 深水灣淺水灣一帶的若干田地 另一方面 漁業亦是香港地區復屆之後的重要經濟部分 嘉慶年間 香港一共有二百七十條村落 並且已發展為人口繁盛的漁港 1841年 參與佔領香港島的英國官員莊士敦 曾這樣寫 赤柱村是全島最大及最重要的村落 共有房屋及商鋪180間 居民從事農耕、商業及醃曬鹹魚 若有農田六十某 常有維修350多艘大小船艇在此停泊 可見當年赤柱是一個繁忙的漁港 1841年的上半年 香港村是一條有二百多人的大漁村 裙大路是一個有五十多人的漁村 當時在香港島的船民有二千多人 相信其中不少都是屬於漁民 康熙八年即是1669年 香港新界鄧氏主持 將原來位於元朗河口西岸大橋等墟 遷到西邊圍和南邊圍之間的地方 現在叫做元朗舊墟 嘉慶年間的新安縣寺 記載有元朗墟、石湖墟、聯和墟和墟 香港地區等等這些虛名 清代對於香港地區的海防更重視 當時在這裡設防 先為了對付鄭成功和沿海的海盜 包括著名的張寶仔 後來主要為了防禦英國 香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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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是全面的 � Ner